大家好 近期香港局勢越來越緊張 包括警方攻入中文大學 以及各間大學都因而自己自保 臣防警察隨時攻入 另外也有消息傳出解放軍是否出動 與此同時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金磚幾國峰會 在巴西突然間在一個涉外場合 突然間講家事 是表明了中央對香港問題一個嚴正的立場 是否整個局勢升級呢 我們可以逐一去講一講 先講講習近平的表態和解放軍是否出兵的關係 首先看到習近平的表態很顯然意見 這個外事的場合 兼且是金磚幾國的峰會 這個會議上中國是一個大佬 金磚幾國中中國最大的一個經濟體 而在一個這樣的涉外場合 一般中國是不會講家事的 這個時候突然間講家事 其實就是可以說 習近平本身是相當之急的 耐性越來越少 而在國際面前 可以說香港的問題拖得這麼久 他都是相當沒有面 這個時候就是做一個比較強烈的表態 顯示中國方面是不會坐視不理的 他裡面重申幾點 包括就是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 這句說話在上次 他見林鄭月娥在上海的場合是沒有講到的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保留 講回支持特首和整個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 第二就是支持警隊的嚴正執法 第三就是整體的說法 都是將香港現在的問題 希望在香港的範圍內去解決 暫時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表態 是說中央是會出兵出手的 那個說法就是和8月的時候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說到 當局勢升級失控的時候 中央是有足夠多的辦法 和足夠多的能力 迅速地去解決問題 至少習近平沒有說到中央出手的角色 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上是保留一個彈性在這裏 免得說得太死 還有這個時候我看中央對香港的處理的研判 也都可以從文匯大公多日來的社評 那個口徑去觀察到的 從這些黨媒的口徑 他們是認為特區政府這些霹靂手段是沒有用盡的 所謂什麼霹靂手段是沒有用盡的 就是一些強硬的措施 包括就是警隊的武力可以去升級 用到不單止是催淚彈 或者是這些橡膠子彈等等的 暗示就是實彈可以用得更盡 甚至是警隊裡面的一些更強力的武器 好像這些懷疑他們都是持有的 這些聲波炮那些 透過一些聲頻 去令到幾百米外的人很難受 一些這樣的武器都是未出來的 如果警隊是有的話 因為這些這樣的武器 在防暴的部隊上很常有的 在大陸這些這樣的武警 也都是有這樣的聲波炮的 所謂人群控制的系統 這些武器方面是未用盡 而警察那個所謂很進一步的升級的武力 那些這些文匯大公的文宣 認為他們未用盡 第二就是那個法律武器是未用盡的 包括就是在緊急法底下 就是用這個 宵禁 限制各種的通訊的自由 以及是制定法律等等的 一些這樣的緊急的法令 左部的想法就是如果當這些武力和法律武器都用盡 所謂就是這些所謂的霹靂手段全部用盡的話 都是失效 沒有效的話 這個時候就是我相信他們那個底線就是由中央出手進場了 變成了就是現在暫時看到 雖然那個北京的耐性是越來越少了 也都留意到這個央視那個時評 說到就是北京的那個等待那個時間 就越來越少了 可以等的時間 但是我相信特區政府也都知道這個臨界點 所以近期他們都在想著不同的對策 大家如果記得那時候推出禁蒙面法的時候 其實有關方面去研究這個緊急法 禁蒙面法只是其中一環來的 就是後面還有一系列的配套 我相信特區政府是會盡量去用盡它的 這個是第一點 至於解放軍的問題 其實就是現在解放軍的出兵問題 就是不單止是香港自己的問題那麼簡單 它也都受到美國那個人權民主法案的一些相關的制約 就是和美國方面的一些 我相信大概的一些默契而言 北京也都預示到萬一解放軍出兵 等於就是外界是認為一國兩制是仇中淨 而美國處理香港的獨立關稅 這個這樣的特殊的地位 都可能是即時終止 這個是對北京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 是一個徹底的破壞來的 我相信北京在這些位置是相當之驟忌 所以為什麼這麼久之前 就是很早之前 由解放軍的高層 已經是主動向美國軍方表明 解放軍是不會介入香港的事務 解放軍不會出兵 就向美國保證 在很早期已經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到後來林鄭月娥在8月底 對外國的商會 也都是透露了中央軍委的一個意向 就是不會出兵 當然現在的局勢 這幾個月有升級 那個想法是不是會有一些根本性的改變 我們也看回11月初 美國香港的總商會 又去訪京 見了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我相信 他面對外國商會 張曉明也是重申 香港是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 外國是擔心這些所謂出兵的問題 我猜這些位置 其實北京方面都是安撫外國的商界 不需要過份擔心 變成這些出兵的位置 我自己認為機會不是那麼大 但是都需要各界去留意 一些的做法也都要相當小心 例如是浸大附近 早幾天有一些人對軍營丟東西 或者想拆他的CCTV那些位置 我相信一定要十分小心 那個界線是怎樣 變成了軍方的 和北京高層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至於特區政府的方面 由於現在中央的升級表態 林鄭也前陣子見過習近平和韓正之後 基本上就是老闆要求你盡快評論 變成這個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警方這麼急切要攻入中大 還有那些手段好像就是強橫了 其實就是老闆叫你做事 老闆就是相當不耐煩這樣 但是在那個做事的過程中 每每如果警方做事 有一些犯錯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為了整個局勢 添煩添亂和火上加油 所以這些位置 我相信特區政府和警方高層 也都是要額外注意 而近來我留意到就是網絡上 瘋傳了一個片段 那個片段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建黨惠孽的電影裡面 毛澤東去聲援學生的一個片段 裡面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發生五四事件 毛澤東就是在湖南的長沙那裡 由於在北京的學生有大量的人被捕 然後毛澤東就是當時二十幾歲 作為當時湖南的一個所謂的領袖 他就站在群眾和學生面前就去聲援學生 就講到學生放火殺人這些這樣的事 中國這麼多年都是不會發生的 現在為什麼會有一些學生這樣的反抗的做法呢 這些完全都是官逼民反的 是政府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覺得政府是做出一些有問題的事情的時候 學生就應該群起反抗 他們要求就是罷課 以及高呼學生萬歲 這個這樣的片段的說法 正正是今時今日香港情況的寫照 學生做出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 完全都是政府的問題造成官逼民反 這個條例本身引發的一國兩制淪陷的憂慮 警暴的問題 容官繼續在台上當政的問題 以及中央不去處理特區一些這樣的失誤 去露斬容官這樣的問題 這些和整個運動被污名化暴動化 抓了這麼多 成三千多我猜四千人都快將來著 一個這樣的景地都不去處理的話 這個正是問題的那個癥結 你表面去止暴制亂完全是沒有用的 你不去處理那個問題癥結 正正就好像當年建黨委業裡面 毛澤東所講的官逼民反 學生就是逼出來反抗這樣的寫照 變成今時今日香港就是發生這樣的情景 北京不可以再不出手了 一定就是要去露斬這些容官 以及設實處理香港民眾的訴求 去回應一些這樣合理的訴求下 才是真正平息這一場這樣的風波 而不是表面清了個牆 拘捕所有的學生 告所有的學生 接著就開個通宵法庭出來 加速告人 用這樣的所謂霹靂手段 去拘捕所有的人就算 這些不是這樣的做法 出兵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香港已經是進入一個不可管治的狀態 而這種不可管治是政府造成的 政府本身的問題就是應該由解決政府本身去開始 而不是解決學生 香港會不會重演六四呢 我相信就很難會這樣發生 因為就是習近平都不想在整個歷史上留下一個污名 他是相當重視自己功名的 他一執政的時候就是想著帶領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有兩個一百年的任務 就是2021、2049 就令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有史以來這麼強大 所有的功績都是在歷史裡面揚名立慢的 香港是習近平一個相當著意的地方 因為他一上場2007年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候 已經是執政香港的問題 一直拖到現在香港的問題就是 越落重弱越失控 變成了習近平其實這次的四中全會 都是說要去改善那個國家治理 看到先前一路這麼多的錯誤 如果現在再錯用一個鎮壓的手段 這個絕對不是去管好香港 香港其實是好好管 好講道理 有法治的文明 中西這樣的一些好的制度和文化在裡面存在 但是都被一幫榮官和共產黨創的政策 趕到今時今日這樣的景地 這個完全就是政策失誤的問題來的 我猜習近平是不想進一步六四化香港 這個變成他之前所有做的事情就會一筆勾銷 所以這些位置我相信他都在尋求一些下台階 在他那個死要面的做法上 他其實我相信就是路斬一些官員 獨立調查或者一些權宜方法去處理香港的問題 相信是在他的盤算裡面的 只不過他就是死要面 不想就是說現在所謂就是在這些武力的 就是很多暴力的抗爭底下屈服示威者 要求他做的事情他就答應了去做 他就想在大家不知不覺間平息了這樣的示威底下 就說由他去做的不是你叫他去做的這樣 就想保留一個死要面的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無需要再這樣去爭 就是為了贏一場交輸了那個家 是沒有這樣的需要的 反而就是中央應該有一個威信 及時就是去將特區政府那個不作為和亂作為濫捕 這樣的情況是立刻制止路斬這些容官 從而就是拿回中央那個威信 這樣才是妥善處理香港問題 改善所謂四中全會裡面所講的精神 就是國家自利而不是流血去鎮壓香港 這個就是會永久將習近平一路做這些 所謂他的工業一筆勾銷的 那我私以就是習近平出兵鎮壓香港 這樣的一個可能在這裏 那而怎樣可以令到中央有面一點呢 我覺得其實整個波主導權的都在中央那裏 而我覺得特區可以做的 真的是林鄭即時辭職 去不要這樣鬥氣 而透過一個即時辭職名字 而中央他都沒有辦法 都要知道是需要去解決的時候 我相信這種這樣的情況 跟著協助他的辭職可以去做各種的獨立調查 以及就是去特赦整個一些受害人 不要將整個運動系暴動污名化他 這些都可以去談的 所以就是其實都是要政治問題正式解決 有政治的智慧和政治高度 去處理香港的情況 就是中共在這次那個四中全會 很清楚是講明 就是有一句很少有的 說就是怎樣在一國兩制下 治理好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變成其實他相當難去搞 就是中國作為一個有人說 就是農耕式社會的這樣的國家 也是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制度 共產思維這樣的國家去治理好資本主義的香港 以及文明發治的香港 他本身是沒有這樣的高度文明和能力去管治的 他自己深知的 所以他就講到這個是共產黨治理資本主義制度 就是香港的一個長期面臨的重大課題 變成這個時候真的需要去謙卑 還有就是知道去管一個法治文明的地方 不是用農耕式的思維 鬥爭式的思維去做的 而是一種政治的高度 還有可以說是法治文明的高度 去妥協 應該去回應的訴求就回應 不是鬥氣 不是用槍和拳頭解決的 而是真的透過一種智慧去解決的 所以出兵絕對不是一個選項來的 我也都不希望解放軍駐港部隊 用一些好像當年去清理山竹圍 就是後遺症的方法 所謂出來做義工 接著去郊野公園 出動幾百人去執樹枝 執一些爛了的設施為名 就出來幫忙執野清場做義工 這些絕對不是選項來的 很容易是擦槍走火 這個時候一定要政治解決 不要說中央的耐性沒有 沒有香港人的耐性都沒有 這個不應該因為這些容官和中央的鬥氣 是將香港摧毀的